我叫范月盈Florence 在2016年报道大会决至信主 我现在是青少部部员 也是安提阿成长班的组长 信主之后 比以前更加谦卑信服主的带领 凡事都先求问主的心意 我是罗半明Peter 我在2001年中西报道会决至信主 现在我是传道部和关乎部的部员 信主之后 凡事都交给神 祂是我的主宰 我依靠祂 当日我太太邀请我来报道会 当晚讲完呼召的时候 烦怒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自己里来 她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挣扎了一段时间之后 最后一刻 我就走出台前 我在这里也很想多谢我太太 当日邀请我来报道会 当年是一位教会的传道人 邀请我回来报道大会 听到张玛丽小姐的精彩分享 我当时心里面有点感动 然后谭姑娘就邀请我出来决志信主 于是我就走出来了 我好想在这里多谢当年邀请我回来报道大会的谭姑娘 现在是时候了 邀请你的亲友出席2022报道大会 让他们跟主遇上 得着够因 10月10号晚主题是 多谢恬跟你遇上 讲完的见证嘉宾分别是 承证差会主任陆伦传牧师 承证本妹执事黄明天博士 大家努力邀逅一同出席2022报道大会 都会来报道大会 证忙地团队众 好的